欢迎收看7月21号的台式晚间新闻 我书凯文 屏东三军连续基地上午传出意外事故 当时蒋姓夏氏跟全姓士兵正在进行战车鉴定以及维修作业 过程当中战车炮塔稳定系统疑似异常 导致炮塔大幅度转向 士兵遭内部炮尾环压伤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士官则是被炮管撞击腹部挫伤 军方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 士官躺在担架上虚弱又无力 医护赶紧挪来冰床要进行急救 同一时间急诊室里还有令民受伤士兵伤势更为严重 而他们都是被战车所伤 疑似炮身不正常的运动 而导致两位士官兵受伤 就是建策保养 战车是禁止的 原来21号上午 屏东三军连续基地庄甲五六四旅 正在进行战车鉴定及维修作业 却没想到战车炮塔稳定系统疑似出现异常 导致炮塔大幅度转向 身为装前手的全新士兵 在里头遭内部炮尾环压伤 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看到是胸部跟背部是有些压伤的情况 两个位置以外 没有看到其他明显的开放性伤口 另外副车长蒋信夏市 在车外也遭炮管撞击腹部挫伤 两人经急救过后 下市生命迹象稳定 士兵则装上叶克摩抢救 双双转送高雄国军总议院 巧合的是 在六年前同单位同编号同款战车 就曾坠合两成四死 尽管军方澄清不同台仍引发民众议论 根据了解 命为士兵在13天后即将退伍 如今却跟死神拔河家属心急如焚 只能期盼出现奇迹 记者高雄屏東众号报导